刚刚发给你的照片看到了吗 路过这家店的时候 从橱窗里看到了这款小衣灯 觉得你会喜欢 所以发给你看看 你喜欢的话 我就把它当作礼物的一部分 顺便带回来 一盒涵盖了我们今天预计会用到的 生鲜蔬菜篮 还有几个 没那么有我风格的礼物 严格来说 这部分才是礼物的主体 一束鲜切花 一瓶香水 还有你之前夸过好看的发带 毕竟发售日那天购买的时候 我用的是特钱鼠的毛 闲了没事的顾征他们 也帮了个小忙 所以一共争取到了两个名额 就给你一个颜色买了一条 严格来说 算 但不是什么大事 也没有违反条理 而且正值午休 其他人也确实不忙 你可以放心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不太喜欢甜食 我给他们一人带一包之前买的毛尿肉干吧 既能当零食 也能当口粮 我不想把你亲手做的东西 分给别人 特殊情况 特殊处理 和你相关的事情 一向需要高度重视 好了 我还要一会儿到家 帮我留神庄